在科威特有人拍下 一个不明物体正飞越空中 美国土耳其等地也有人拍到 这就是中国大陆的长征5号B-12火箭的残骸 预计8号晚间10点28分 跟9号清晨5点55分将擦边经过台湾 意大利的天文学家捕捉到第一张残骸的照片 尽管拍的当下已经天黑 火箭残骸已极快的速度飞越 让天空异常明亮 火箭残骸可能砸在有人的住宅中 让美国军方全程紧盯 更批评中国大陆不负责任 这就是第二次这次发生了一年 昨天的月 另一个中国大陆的大陆飞 热越了河河河河河 部分的都被浸泳了河河河河河河 他们只是非常严重 让他们的大陆飞火箭热 中美竞赛打到外太空 目前地球外一共有9000吨火箭推进器在飘浮 因此各界呼吁 对发射出去的东西 跟如何返回地球 要严加管制 TBS新闻李伟华全日文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